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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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 你 你到底是誰 快快點出來 阿子 可可 是你嗎 你 你在哪呢 看上來 哥哥 起床了 哥哥 起床了 快停下來 快停下來 阿子 起床了 阿子 起床了 起床了 可可 怎麼了 快起床 爸爸叫你 饒了我吧 今天是周末 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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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別再跳就是了 謝謝你可可 爸爸說沒有訊號 所以我不能看卡通 沒有訊號 什麼意思 該不會是指 互聯網吧 互聯網 我不知道 總之沒有卡通了 我去看看 奇怪了 到底怎麼回事 爸爸 哦 阿澤 發生什麼事了 家裡所有東西都無法和互聯網連接了 你重新啟動服務器了嗎 是的 不過情況還是一樣 天哪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慢著 讓我用手機連接看看 什麼 糟糕了 怎麼了阿澤 我 我的互聯網戶口不見了 不止學校的功課 連禁忌機器人的資料都 這恐怕不是普通技術問題 一點也沒錯 那 那我的卡通呢 可可 卡通可要等了 不要 我現在就要看卡通 可可 我去蘇菲老師那裡一趟 或許她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好的 不過別太晚回家 沒有互聯網 我可聯絡不上你 知道了爸爸 我速去速回 再見 路上小心 再見 我要看卡通 大家 都在這裡 可惡的互聯網 我現在的音樂庫不見了 一姐也是 情況一樣 蘇菲老師 等等啊 完成了 蘇菲老師 這是 這個嗎 就是有線電視的接收器 接收器 有線電視 如果你們早生二十年 說不定就會聽過有線電視呢 我不記得廢機場有這種東西啊 那是因為這個東西早就沒人再使用了 像恐龍那樣絕種了 像恐龍 蘇菲老師 為什麼我們需要這個過時的機器呢 發生像今天這樣的緊急狀況 這種過時的機器還挺有用處的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據我所知 互聯網已經全面癱瘓了 什麼 怎麼會這樣 來看看新聞吧 接上了 造成這次全球性互聯網連接不上的災難 專家認為與互聯網恐怖分子有關 恐怖分子 這的確是個災難 根據報告指出 目前全球的通訊和交通系統已完全癱瘓 各地政府呼籲人民留在家中 直到互聯網恢復正常為止 對於這一次襲擊事件 有關當局對恐怖分子 這是有史以來最恐怖的互聯網災難呢 這可不是普通的災難 互聯網已經成為人類生活的一部分 根本無法分開啊 要想辦法恢復互聯網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要怎麼恢復呢 我們的鋼甲人他們可幫不上忙啊 那也不一定呢 蘇菲老師你的意思是 我們可以通過接收器侵入互聯網 唯特 有線電視的接收器 只要進入互聯網 我們就可以找到敵人的位置 這將會是一場虛擬世界大戰 要是我們能夠參與就好了 你們當然要參與 鋼甲人需要你們的幫助 蘇菲老師我們也能進入互聯網嗎 我有辦法將你們送入互聯網 不過我需要一樣東西 幫我把儲存室裡的箱子拿過來好嗎 哦 那是什麼 哦 你很快就知道了 我的天哪 我沒看錯吧 今天真是太幸運了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娜娜你真是個笨蛋 別叫我笨蛋 你是個電腦蟲 你說什麼 你也是一姐 我怎麼了 好了 大家來幫忙收拾一下吧 好的 行了 所有數據已經完成同步了 嗯 怎麼樣 你們幾個準備好了嗎 隨時準備出發 蘇菲老師 等等蘇菲老師 這東西怎麼操作 很簡單 這個虛擬跟踪器會記錄你們的動作 而虛擬眼鏡 則讓你們看見虛擬世界 這麼說我們能夠與鋼甲人互動嗎 那倒不行 你們只有通訊和視覺上的能力 嘩 那就足夠了 好了 立刻將你們登入互聯網吧 啊 哦 我實在等不及了 嗯 這是 這是 這是什麼地方 我們已經進入互聯網了 太棒了 哦 那是什麼東西 大概是互聯網上的廣告空間吧 天哪 有幾百萬個那麼多呢 不 或許更多 幸好他們全部無法連接互聯網 否則我們可要被廣告淹沒了 說得對啊 奇怪了 剛假人呢 我們不是一起進來的嗎 也許 登陸的信號位置不一樣吧 原來如此 那我們去哪裡找他們呢 讓我試試看探索他們的信號 阿澤 人類 你是誰 我是納維亞 人類也稱我為導向智能系統 你就是導致互聯網故障的禍首 錯 我的存在是為了確保互聯網不受到威脅 受到誰的威脅 全人類的威脅 什麼 不 你才是互聯網最大的威脅 互聯網有太多負面的資訊 這都是人類的錯 我們不能再讓人類參與 你在說什麼 互聯網是人類創造出來的東西 這個系統瘋了 沒錯 發現入侵者 維特 啟動戰鬥模式 是 啊 请说明你们的目的 我们是来阻止你的 以便恢复互联网 你的判断并不正确 我只是在保护互联网 维特 让我来 执行消除指令 哇 他竟然有这种能力 立刻启动钢甲系统 我也不信 我也是 苏菲老师 发生什么事了 钢甲系统被某种讯号干扰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纳维亚已经把互联网封锁 任何数据都无法传送 苏菲老师 你能入侵纳维亚的系统吗 我怎么没想到 让我试一试 这东西太巨大了 我们需要钢甲配剑 大文斯 维特 快去救他 我们不能一直闪赌 一定有办法可以阻止他 你在干什么 我要知道一些假象 嗯 往后 喝 快去救我 不 你看得见我 但却碰不着我 怎么会这样 敌人无法伤害我们 太好了 哈喽 我在这里 真有气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我还在这呢 最好增值无聊的游戏 消灭他们 不好了 救命啊 苏菲老师 快想想 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进入 他们就要被压禀了 苏菲老师 快点呐 再等一下 马上就好了 如果 我能够将 钢甲甲系统就像病毒一样隐藏在登陆程序里面 那或许不会被发现 好极了 各位 准备 准备启动钢甲系统 成功了 伙伴们 一起启动钢甲系统吧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钢甲系统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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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钢架系统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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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就是这样 萨维斯 我们成功了 怎么不见纳维亚呢 竟然被他逃脱了 入侵者的威胁巨大 再次启动 交付举例 轻散开 大维斯 发生了什么事 成功了 不可能 他又要逃走了 放心 他已经没有退路 维特 就是现在 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一切都结束了 你们看 全部恢复正常了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这一次互联网的袭击事件 原来和一个叫做纳维亚的程序有关 这个程序原本是为了学习人类 在互联网上的习惯和行为 但没有想到会导致这样的后果 有关当局目前已经在调查试出原因 我们又一次成功阻止一场灾难发生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纳维亚变成这样了呢 她的任务原本是为了学习互联网的生态 或许是接触太多负面内容 最后导致系统产生矛盾和混乱 负面内容 根据了解 互联网有太多负面讯息 当中就有不少非法勾当 而纳维亚因此断定 人类是互联网的一大威胁 于是决定脱离人们 我的音乐可终于回来了 娜娜 拜托别这么大声 跳得真好 谢谢 死费老师 你千万不要鼓励她 对不起